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大隨直夜 我們上星期沒有見到大家 因為大家都在工作發網 大隨直夜 今年2020年大家覺得很沉重 2020年大家還戴口罩 師傅是不是沒有聲音 太大聲 大隨直夜 還要玩 還要玩一玩 我們先裝模作樣 聽到嗎 聽到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戴 先放在桌面 大隨直夜 我覺得今年很特別 今年特別 很多人生第一次出現 戴足整年的口罩 對 戴足整年的口罩 限聚令 殺菌殺足一年 這件事 我想我出生到今時今日 不少了四十多年 真的沒有試過 我小時候 聽說有戒嚴 我沒有經歷過 那這些有沒有 你知道什麼叫戒嚴 我知道 不是不吃鹽 不可以出生 不可以出生 有讀書 我還以為 健身 沒有鹽食 沒有脫鹽 有線條 原來不是的 戒嚴 即是街上也沒有出現 夜晚客人 我小時候聽過 我沒有經歷過 現在也差不多 現在有 他曾經說過 不如試試戒嚴 我覺得現今這麼繁榮的都市 你要戒嚴 香港人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都要賺食 各樣東西 賺食是重要的 今年2020年 大家賺食的心態 或者賺食的狀態 都是處於一個低潮 甚至有一個變化 因為我們現在是work from home 你們覺得2020年 因為11月1日 無論如何都要說 主要都是 一個大回顧 你們覺得 發生過這樣的事 對你們的人生 你們會覺得 其實 真的很慘 還是我不想再經歷過 還是覺得 真的有一個經驗 這麼大 也沒試過 有些人是這樣的 例如我是這樣的 我去旅行 我發生每件事都好 很差的情況都好 我的心態就是 我那一刻很不好心情 但是完了之後 我會覺得 人生有試過這麼差 我覺得挺有趣的 人順風順水 是不開心的 你什麼都行 就不開心 但是你曾經試過很差 你可以跟別人說 你知道嗎 2020年的時候 我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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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老了些東西 有些東西告訴別人 是啊 我喜歡說歷史 給別人聽的人 可能也會 說一下故事 說一下當年 這些感覺 2020年之前 大家有沒有覺得 哪一年 你很記得呢 1997 1997 發生什麼事 回歸 回歸 即是你很記得回歸 是的 即是你比較 97 可能已經算是 後期了 那師傅呢 多了 01911襲擊 01911襲擊 03沙士 03沙士 沙士其實那時候更誇張 那時候的報章報道 說香港會死一半人 有的 有的 即是要計算出來 不知道怎麼計算 就說要死300萬人 那時候是600萬人頭 師傅那時候你會計算嗎 那時候還沒有 但那時候我也是不怕的 那時候我還是很年輕 照樣是去玩的 是沒有害怕的 沒有的 就算現在已經是抗疫疲勞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 開始大家都害怕的 因為沙士那時候的死亡率 是高過現在的 那時候大家還沒經歷過 第一次 這次有一部分 香港人年紀大一點 已經有經驗 已經有2013年試過 2013年那時候 又是灰到 但他的時間短過這次很多 這次的環化很長時間 沙士來說 規模會比較小 現在這裡是傳到周圍 世界各地都是 你很難搞的 是不是 沙士那時候厲害 當然 都沒去到封了所有東西 或者你還可以旅行 只要你不怕死 也有封的 那時候只是香港爆 那些人只是封我們香港 那時候是這樣的 我去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好像是泰國也不讓我們去的 不讓的 不讓的 我還記得 那年的年尾 我是去泰國旅行玩的 我看到一落機 是泰國的海關職員 是看著我們 整班香港搭飛機力過來的人 那年我很深刻印象 因為沙士那年 正值是沙士當旺的時候 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3、4月的時候 我就去了泰國 也是泰國 那我是橫跨3月到4月的 去一下旅行 除了沙士 我和我的團友 我還要發燒 無端端在泰國 是啊 我多害怕不能回來 我多害怕不讓我們回去 你的團友比較害怕 不是 是我朋友 我和我同一間房間 當然他真的很普通發燒 沒有沙士 但是當年也有震撼的消息 因為我還在泰國期間 收到張國榮跳樓自殺 我還很記得 所以這些日子 這些日子 大家可能不說就不覺得 大家說這些日子 你會特別記得 為什麼人要回顧 就是我們今天也要做回顧 就是你會記得 那時候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年真的崩潰 你聽到沙士 就很怕自己回不了香港 我還要跟團 那時候還要跟團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香港人 我們覺得我們是堅韌了很多 好像是這樣 但我們又沒有那麼害怕 沒有那麼灰 這是香港人的一個精神 也是一個優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懂得轉 很懂得變 很懂得去逆境之中 應該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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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香港人是很機靈的 但你知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 疫情期間 計算上年2019年 第一宗在武漢發生的 第一宗手中的染疫者 是12月12日 師傅預算是一月初來的 所以她說 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師傅 她說的話 是準確的 這部分 師傅準確的 不是只有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大回顧 所以就是 來一個大回顧 首先 在大回顧之前 先說一下 我們第一回合 先說一下世界大事 今年發生了什麼世界大事 師傅 我最喜歡的就是 金融 金融嗎 因為一開始 疫情一爆發 就全世界都停了 那時候 通常永遠最快 是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 經常都說 預測半年後的市場 市況是怎樣 那時候美國有幾次跌停板 那些股票 我記得當時 有一個很出名的華倫巴菲特 他說 他90歲人來 美國從來沒有試過 跌到停板 叫做熔斷 所以 停了五次 即是有史以來停了五次 有史以來停 不是 是一個月出現五次 一個月出現五次 其中四次都是頭十天內 那時候是跌到不可以 因為那時候 美股是跌到千多二千點 很誇張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很大的事 很多人沒有經歷過 你想想巴菲特股神 90歲人都第一次見 他也猜不到 他也猜不到 很特別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第二就是 我有預測過黃金會升 那時候的1500-1500-1600元 那時候就說 因為這個2020年是土年 應該買回一些黃金 因為是土薪金 即是買個二頭也好 麻煩你 買個二頭也好 其實就是 對了 金價表現100美元 再試千六關 其實是1500元的時候已經叫人買 那時候好像是三月的時候 年尾 秋天是最高的時候 接近二千元 變成 懂得炒金的人 其實就很賺錢 是啊 聽到都是飆升 很誇張 所以我經常覺得 大家如果看我們的節目 無論如何 其實事情是會過的 世界總有一些陰暗的面 一定會過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句呢 黎明之前 一定會黑暗 最黑暗 還有最冷的 黎明之後就有陽光 是啊 我看到今年也有很多人發達 有些人是因為這樣 而 因為他們轉得快 即是物流業 不要說到大家這麼深 物流業 如果大家真的轉為物流 就不得了 因為大家都不出去 運輸 各樣東西 幫你 就很厲害 這是其中一個 現在的類似電單車手 每天都去送物資 我只是有時候看廣告說 送貨都去到四萬元的人工 四萬五 大致標台貼在一輛貨車上 多了五千元 好像是SKTVV Mall 是的 黃維基 所以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香港人 或者是中國人的智慧 有危就有基 沒錯 黑暗過後就是神希 陳奕訊也有唱 黑暗過後就是神希 對 師傅和黃維基 這個也是很傳奇的人物 之前他搞那些電視發牌 但是他就停一停 其實他那個 如果一般人 我們以為他停死了 因為太嚴重 因為他投資了那麼多錢 那些錢不是全部是自己人包 又可能是借 又可能是銀行 又是購物 每人會叫 然後一定找到老闆投資 又搞電視節目 又拍了那麼多 就打算拿硬電視牌 為什麼拿不到 誰知道原來拿不到 又扭暗花明又一村 又救了他 他現在的市值 反而比他做電視更厲害 那天我看 原來現在 TBB已經剩下 不夠35億市值 但黃維基上市值到100億了 上市市值 其實他就是蔡翁失馬 燕之飛福 這就是世界你猜不到的事 很多事情都是 這是香港人的精神 打不死 對 香港就是有這樣的人 但當然有些 我覺得大家的心態 有些人很灰 這個世界不行了 他們要懂得想 你什麼時候不可以 像黃維基一樣 但現在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之後 可能有一個轉機 我覺得 命運術數 這就是師傅有關 這個強姓說 就是癖激太久了 對 你以為黃維基 他自己也可能想到 你也可能 逆經 或者命運術數 你不會死 你不死 他一定有翻身 一定有鹹魚翻身 但是當然 你要自己的心態 你不可以 你死了就死了 想想一旁 就不可以 其實很多書都說 上帝關了門 但一定要開線槍 其實是真的 如果有些人 如果有經歷過這些 你走得出來 你就明白 其實總之 你不死 穿過暗雲煙 一定有個新的路給你 天氣好像回饋了一些東西給你 剛才是黃維基 是一個好例子 對 另外我們香港人也是 每次都 絕地大反擊 一定有很多好東西發生 未必只是香港 世界也是 現在不只是香港的事 我們正在說世界 當然就是 今次疫情 剛剛所說的 SARS就是香港 可能比較厲害 但今次是美國 美國最厲害 美國很誇張 但美國就是 剛剛所說 美國你說很誇張嗎 但今天表勝 但油又很奇怪 那些油 今年又沒有試過 跌到一個點 我們開車最有感受 入油 入油 為什麼期貨 期油當時 不只是15美元 最低是跌過負數 負數真是恐怖 負數是一個什麼 負數就是送給你 那些油 送給你 我都要找地方放 對 那件事已經說 你送 一桶原油 我給你一桶油 我還要給你五元 我還要給你五元 我沒有去放 對 我沒有去放 對 剛剛師傅所說 為什麼我們感受這麼深 因為我們開車 為什麼香港的油不便宜 沒有便宜 人家說是負數 為什麼你貼些錢給我們 你車負責 入油 我們說開心就不得了 對 我覺得這件事 你說這個是不是危 這個是不是機器呢 大家聽到 油總之會跌到這樣 大家會覺得很危險 還是怎樣 假設人家會開心 會不會有機器呢 原來也不是 有機器的人是有公司 他們賺大了 很開心 又是賺的 這個世界就是 你懂得捉住某個點 你就有機會 逆史求生 逆史反擊 很神奇 所以 做人 大家今年太悔 我不想 今年最後一集的節目 我也會這麼悔 我們嘗試 大家用 這件事很慘 但是我們在這件事之中 找到什麼 不是的 其實可以很好的 或者是大家心態 一定要心態 所以今年 我們的節目叫逆轉乾坤 沒錯 就是這個原因離開 真的想鼓勵大家 不會永遠差 一定有光明那天 為什麼 因為我突然想起師傅第一集已經說 逆經點 就是有一個周王坐牢 周文王坐牢 都要逆 什麼時候逆得過你要坐牢 對嗎 都沒有飯吃 他們的年代坐牢很嚴重 因為他們的年代 出不單戀仔 不用想要出發 因為當時的年代 你也知道 軍權 一族就豬九族 進去坐牢 如果很嚴重 可能整個族人都會殺光 那時還有王 對 那時雙朝還是就王 對 你還說是王 他已經是很高 他已經是其中一個諸侯國的大佬 也是一個王 但不夠人勁 躲在自己 想好這個逆經 想出一條出路 這個問題就是在逆境之中 他想出了這個逆經 我會覺得 大家相不相信 我不是叫大家迷信問題 但問題是 有時候你做了一些事情 真的有改變的時候 又不是要你很大量金錢去做這件事 不是說我要了你女兒的命 才能換到今時今日的成就 不是去到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 那是邪那邊 有的 泰國那些 可能是邪牌也會有 那些是冬牙般 但逆經是有根有據的 還有他可以做小事 可能家裡擺的東西 可以幫大家順風順水 轉一轉去魂 很有趣的 有時候的東西很簡單就會出現 你千萬不要經常想著 因為我人生經歷過低潮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是否會突然有個天使和魔鬼出來 給我一些條件交換 白色衣服 魔鬼 是不是這樣 你給我一些條件交換 我給你錢 不要相信他 實情其實是沒有的 是靠自己 一定要慢慢試回來 有時候我們都會試 試到一些路 走到 通一次 慢慢通一下通一下 你這個人就很暢順 還有我覺得試壞了也不要緊 我也是經驗 我就是很喜歡這種經驗 當然不要經常被我失敗 很頹廢 但如果我真的搞差了一件事 你便會覺得 我今天做得很差 但我便會覺得 你又經歷了 下次就不要做那麼差 我下次這步不能走 所以你不嘗試 你不知道這條路是怎麼走的 沒錯 是 全部的路都是走出來 有人說路是走出來的 我的意思是 就算試錯了也不要太深刻 你試錯了 你就會覺得是一個 試錯了也是試錯了的開心 我便知道這條路不能走 原來我還有98條路走 當然有一條路出來 很簡單 我經常都覺得走錯路 無所謂 所以我們都是勉勵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再講一下我們有什麼大事的回顧和展望 繼續發放精能 OK